天氣又濕又熱 長身和浴室經常發毛 浪原衣服又有陣陣噴味 其實這間屋經常發毛 對身體有沒有影響 會不會令人發毛呢 讓我問一下醫生 其實毛菌是對真菌 通常有三個主要條件要存在 一個適當的溫度、濕度和養分 一般以20至30度是最適合毛菌的生長 香港就剛剛是這樣的天氣 另外潛濕方面 因為我們香港都是屬於四面環海的地方 本身濕度一定是高一點的 因為我們對海 另外因為我們香港的市區都是很密集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對流 空氣不流通 濕度亦都難走 再加上剛才你所說的 在家裏面如果我們浪衫的話 會蒸發濕度高 變成水分給它 養分方面 原來我們有皮膚 我們有皮舌 或者毛髮等等 都是一些毛菌最好的食量 所以來說 衣服本身都有機會殘餘少少 可能我們的皮膚、皮舌等 另外濕度、溫度符合 就適合這些真菌或毛菌的生長 如果家裏或公司真的有毛菌、真菌 日日這樣吸,會不會有事呢? 當然真菌其實是周圍都有的 就是在空氣裏面 在你接觸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真菌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健全的免疫系統 其實就可以預防到真菌的感染 所以多數人吸入真菌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剛才說 有些人是會敏感的 即他不是感染 不過吸入了真菌 令到他有一些敏感反應 那也是常見的問題 一般是譬如當糖尿病的病人 做化療的病人 本身移植了骨髓的病人 即需要用一些特別的藥物的病人 甚至乎生癌症的病人 即我們叫免疫力低的病人 他是比較容易受到真菌感染的 那當然真菌感染其實全身都可以發生 但是我們因為上呼吸度 是最早接觸的一個地方 是可以導致到有相關的感染 專科醫生亦都提到 魔菌或者真菌 可以導致敏感或者感染的情況 患者可能會打噴嚏 流鼻水 鼻塞 喉嚨痕 咳嗽等等的問題 嚴重者更加可能出現氣喘 或者呼吸困難 兼有機會有發酵喘 而文獻亦都指出 有機會增加患癌的風險 除了呼吸度之外 其實魔菌都會令到 閃菌增生而影響皮膚 咳嗽 我們最近也有個個案比較特別 他經常都發覺 他的屁股都會有閃發生 他都問過他 你平時洗完澡 抹身嗎 乾不乾淨 我認真 抹得很乾淨 他雖然大汗 但他平時都很注重個人衛生 但我們就說 沒有理由刺激在內褲位 那些地方 他就問他 究竟你的內褲會不會有時未夠那麼乾 原來發覺他平時 因為可能家裡的環境比較擠迫 所以洗完衣服之後 不斷以草草 涼一涼乾 其實都未乾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潮濕 所以還有少許 其實已經放回到衣櫃裏 其實會很容易增加閃菌的增長 因為現在潮濕完環境 閃菌增長得越來越厲害 所以我們叫他 如果你家裡沒有乾衣機的話 可能出去乾乾一乾 他乾乾後 其實他的腺就沒有腹化了 所以我們才發覺 原來他的股腺 或者體腺 是跟他內褲有關係的 所以專科醫生提醒大家 記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開抽濕機或者冷氣 以降濕降溫 洗完衣服要徹底浪乾 若果清潔毛織的時候 也記得要戴口罩 這樣便不容易被毛困入侵了